大家好 我是丁织珍珠 今天呢 我分享一下 《礼堂青春》 我讲的是藏语 《礼堂》和《朗祖》 《礼堂》和《朗祖》 《礼堂》和《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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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衣服的侧美 一个高尾公团 我们一起衣服很长的 贵宫力得很长的 你可以自己的乡 要乡业到建树 要乡业共同学 他开了 问一下 我们要乡就是 换一下 我们要乡 现在就要乡 现在就要乡 我真是太了 我真的被捱了 在想起来 我跟他们有 conquerors 而我需要用一个游客 我会为你们的一切 那些正是我们的回家 然后我再去社医的 移民参加 一点 我没有人 这个时代 我每次都在因为 然后我内心 林真可不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至少她的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干活的时候全部都要 村子里人全部都要去帮忙 大家要去帮忙 对 我们比较年轻的人全部都要去山上 起码下来的时候慢慢也做饭 他好像是在描述一下你们的生活的感觉 是不是 对 很自由 做什么都很开心 做什么都很开心 现在的这样子出来 然后做很多的工作 其实是离开家蛮长一段时间 对 会不会很辛苦 要说实话 现在旅餐越来越好了 旅客也更多了 很高兴能为家乡做一些事情 以前没什么做过 我想做但是没条件 现在有努力了 想要做的事情也更多 但是她则变了全世界里没有找到一中人 但是公主都有些地方 都到桃园里吃桃子 有一天有几位仙女来嘛 他们觉得孙悟空应该 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好几个书房 弟弟妹妹们每次来都很开心 我也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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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路走来你觉得丁娟有变吗 去年十一月半到现在 成长是进度还是很大的 就是说她在带人间 面对更多的人际交流 我觉得都很有得了很多的成长 这个可以感受到她从小的生长的环境是很温暖的 很爱妈妈跟弟弟一定也很好 然后跟朋友也很好 跟大环境大草原也很好很好 看到他们最纯真的笑容 这就是青春的开始 师爷孙教练棒球 就是棒球基地孩子们的守护者 大草原大自然 格涅雪山守护着丁针的纯针 我们也应该成为他们的守护天使 守护着他们的青春 我比较好奇 你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生活 改牛 改在山上 随便跑 随便那么跑 也棒 也棒 会不会不见呢 在明天才找